8艘战舰参加俄罗斯与东盟举行海上连演 确保海上航运安全 新加坡派出胜利级导弹护卫舰70号参加此次军事演习 新加坡国防部12月2日公布 俄罗斯与东盟12月1日至3日 在印度尼西亚沙皇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这是俄罗斯与东盟首次联合举行海上军事演习 有来自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8艘军舰参加 演习包括通信和海战 搜救及海上安全演习 根据信息共享系统跟踪可疑船只 演习还根据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进行演练 俄罗斯常驻东盟代表亚历山大伊万诺夫此前表示 该演习旨在练习俄罗斯海军与东盟成员国海军的互操作性 以确保海上商业活动和航运安全 演习将分为虚拟和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新加坡派出胜利级导弹护卫舰70号参加此次军事演习 新加坡派出胜利级导弹